媽媽 現在幾點? 八點多了 我睡了一整天嗎? 不知為何, 整身疲憋憋的 我想明天我要去看醫生才行 不用, 為什麼要去看醫生? 你濕氣很重, 去一下濕 多睡一點就沒事了 來, 吃了 謝謝媽媽 不用 阿成, 她怎麼樣? 也是這樣, 吃了藥 那你打算藥給她吃過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 先吃吧, 看一看一看 還有, 還要喝吧 這是我 我自己吃過 你吃過… 有嗎 你吃過了嗎 那你吃了, 還要吃過 那你吃過不凶了 你吃過了, 你吃過了 你吃過了 今天沒有好一點嗎 不知道,我還是很累 那你看了醫生沒有 沒有,我沒有出門 病成這樣,你也不看醫生 那怎麼辦 我想睡覺 那待會午餐的時候,我上來看你 順便買食物給你 阿信,你千萬不要吃那碗粥 被人下了藥 還有,在湯面我們在病院 你馬上撒毀他 你說什麼? 阿信,沒時間了 你媽媽和舅父正在回來 你快聽我說 好,快點 好, 阿俊 Andy, 今天發給你那張照片 你檢查了是什麼藥味? 檢查了, 是中醫藥用的鎮靜劑 食中會怎樣? 這個藥只要用來抑制中枢神經系統 身體機能和反應 會令反應遲緩, 全身武力和常常上昏 你們問來幹什麼? 這藥是醫生紙才能買到的 沒有, 阿俊幫朋友問的 謝謝你, Andy 有什麼事找我?再見 謝謝 你媽媽和舅父竟然偷偷給你吃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經常沒吃過粥 整個人根本一點事都沒有 而且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要我從朝到晚睡在家裡 對他們倆有什麼好處? 我真的不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 對了, 那天你不是說看到 我伯母和我爸爸媽媽吵架 誰知道回到店舖, 爸爸不認識 我想想, 你說的可能是真的 他們真的有很多東西欺騙你 難怪我跟舅父說起 說媽媽和老闆老闆娘在一起 不是, 她還說會幫我問 但誰知道最後一點下文都沒有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合起來的 但是媽媽和老闆老闆娘是何時認識的呢? 是最近, 還是很久之前認識的呢? 但就算是認識的 都不需要說謊欺騙我們 要不我問問爸爸 不要, 如果他們真的有心門我們 你直接問, 他們會怎麼回答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辯論》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